有意识认为民众可以先打AZ 然后再等等看BNT到货 看到手有没有机会混打 想问一下指挥中心 对于这些想要混打的民众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谢谢 相关的 确实在目前是一个 资讯非常混乱的时候 我想确实在要混打 大概讲说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是可以这样做 也不是全部的国家都这样做 这第一个 那WHO的专家 也有曾经提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警讯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有不多 应该但是有 有一些在知名的期刊 登出这样的相关的文章 有讲就是说 这个混打的实验上面 他得到效果好 但是在疫苗或是药物都一样 一个是效果 一个是安全 在这两个都必须要能够 比较明确 所以我们还是会多观察 那然后让专家就这个安全 跟效益里面做一个最佳的一个评估 然后可以让国民有一个比较好的知译 不过到目前 因为我们觉得在安全性上的报告 也很少 事实上也很难 因为安全性大部分都要稍微时间 拉得比较长 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不过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 昨天张教授有提到说 像混打A加B就是打BNT的这个模式 是多数专家都认同的 那是不是表示说 在BNT疫苗到货之前 其实他会比莫德纳还要早底定 能不能够开放民众混打 因为毕竟第二季能不能混打 其实也牵动民众 要不要去打AZ的意愿 有想到这么深 不过到想到那个时候 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 真的是很多事情都进行得很快 变化很快 那我其实我认为就是说 可能到这个时候 莫德纳也许各类的 这些研究都相对的多了 因为毕竟 现在7月8月9月 还有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当然就会有各种不同的 一些组合会出来 所以请放心 我们还是会请专家来注意 有好处又安全 那我们会尽量朝这方面来做 谢谢